大家好,今天我做了一款蛋奶饼 不用提前发面,无水无油,蓬松暄软 喜欢的家人一起来做吧 首先准备一斤的普通面粉 加入一包高火性酵母粉 搅拌均匀 打入两颗鸡蛋,净重约100克 再加入约240克纯牛奶 喜欢吃甜的可以加一点白糖 先把蛋黄搅散 然后搅成絮状 搅成这样的大面絮,下手揉成团 面团不需要醒发 把它移到揉面垫上,揉匀揉透 像这样光滑细腻就可以了 直接搓成长条 粘的话就撒一点干面粉防粘 变成等份的小面鸡 先把面鸡全部揉圆 再按照揉面顺序 依次擀成小圆饼 厚度像这样就可以 饼皮上下多撒一点干面粉防粘 盖上保鲜膜开始醒发 像这样明显变厚 拿起来感觉清飘飘的就可以了 锅里无油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中小火烙饼 烙的过程中勤翻面 使它受热均匀 按压边缘能弹起来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淡奶饼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特别松软 不用提前发面 无水无油 非常的好消化 吃多了也不会觉得腻 看一下里面 特别松软 喜欢的家人收藏试做吧 感谢观看